分享家庭版的避风糖炒蟹 味道不舒外面的大配当 好吃程度可以让你舔手指 烧好的花蟹 豆豉泡好的辣椒 洋葱葱段还有大蒜 大蒜要稍微去清洗一下 否则等一下我们在制作以后 会形成很苦涩的味道 清洗好后 再挤干里面的水分 现在我们来正式制作 现在我们锅中下油 避风糖呢 其实就是把所有的杂物 进行杂制好以后 再进行翻拌的一个菜品 炸蒜的时候 不要一次性的下完锅 否则很容易炸锅 大蒜下好以后 就可以下我们的干葱 还有辣椒 豆豉 辣椒呢 提前用清水把它泡开了 否则等一下在这一步杂制的时候 很容易就会变糊 杂制到油开始没有大泡以后 就可以把它全部捞出来 这时候的小料呢 会变得很干香 把它摊开放一边备用 再把刚才炸过小料的油回锅 螃蟹呢 拍一点淀粉 可以锁住水分 油温大概140度左右 把螃蟹下锅进行炸制 炸大概30秒左右 就可以出锅 这时候的螃蟹呢 会吸附油里面的香味 出锅以后 再把螃蟹回锅 下午花雕酒 再把小料回锅 这时候我们只是要 调一点点的盐和糖 胡椒粉要稍微多一些 增香的 我们这里是没有用到味精的 如果是外面大排档的话 可能会用到大概30克到50克左右的味精 最后呢 在下午我们的葱段 把它翻拌均匀 出锅 避风糖炒蟹呢 是非常富有 蒜香的口味 会带有少许的微辣 口感带着蒜酥吃 脆脆的 这个菜只有一个关键 不要把蒜炸糊就可以了 好了 本期频道结束 喜欢的帮帮点赞 收藏转发 谢谢大家观看